大家好,我是文文 最近在中国很多企业的高管 特别是一些金融系统的企业高管 大规模的纷纷辞职 这个消息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 然后今天看到了前中共官员杜文先生 他的一段推文 我觉得他的这段推文很值得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然后再做一些进一步分析和解读 他也看到这个消息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我特意伪多圈里的固交 给我打听问了一下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然后原来中国金融圈的高管 目前的状态是集体排队辞职 很多人都不想干了 有的金融机构管理层 多人一同提出辞职 辞职的普遍理由是个人原因 工作压力太大 不愿意耽误工作等 辞职的人非常多 获批的只是极少数 这个话非常关心 获批的只是极少数 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 中国大陆媒体报出的数据 是1100多人的 规模是相当巨大的 而且都是普遍都是职位比较高的人 但是这也是极少数 因为他们想要辞职 但是需要获批准的 对不对 然后杜文先生说 说这些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 他们大多都是拥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 他们不仅要向归口国资委来提出辞职 还要去银监局 银监会备案审查 更要获得组织的批准 然后他说 举例子说 你像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这样的部级单位 那都是需要经过中组部批准的 实际上就是需要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 是这样的情况 你想走都不行 你想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给别人都不行 然后他说 所以他们的任职过程很复杂 辞职的过程可能比任职的过程更加复杂 绝大多数的辞职申请都没有获批准 因为中共中央有金融稳定的考虑 那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如果说是随便可以辞职的话 大家可以随便去走的话 那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不就坍塌了吗 不就瘫痪了吗 对不对 而且现在说中共不让他们辞职 那这样的人非常多 那这些人他们现在在这个企业里面也没有心思工作了 对不对 那就每天就是到那站着待着 可能也不怎么好好干活了 这就是中国现在金融系统非常重大的这个问题 已经是千疮百孔 到处都是问题 到处都是窟窿 对吧 到处都有可能坍塌 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这里面工作的这些人 不是想要走 就是在那躺平摆烂 你说中国金融系统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真的让大家都辞职的话 那得有多少人 那肯定不是一千人 那可能就上万人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然后杜文先生说 这些高管的集体辞职背后 折射出中国金融体系深层次的腐败 和系统性崩溃的迹象 暴露了中国金融系统 已经陷入一场严重的内外失控局面 显示出金融层高 金融界高层 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已经崩塌 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国家经济前景的彻底失望 这我觉得说的太到位了 确确实实是这样 然后他说 很可能他们知道 自己所处的机构已经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金融火山 继续留在高位上 不仅无法保证安全 反而会让他们成为下一轮反腐调查的牺牲品 整个就是山雨欲来丰满了 他这里提到一个金融火山 对吧 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一些小粉红 可能一些所谓的爱国群众不清楚 但是他们已经是看得清清楚楚 是明明白白 深深感觉到大地震 要爆发 大家知道地震要出现之前的很多动物 老鼠 对不对 鱼 到处跳 老鼠也在往处跑 对对 那景象是相当相当可怕的 现在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整个这个金融火山要爆发的时候 这些动物们 对吧 这不是动物了 这没有误入他们的意思 就是我只形容 就是这些金融的这些高管 都在要往外跑 他们往外跑的这个原因 无非第一点 就是怕担责任 到时候肯定会出很多问题 那这个问题肯定它是有原因的 原因肯定会找到 就是责任人 是不是 就算是不是你的责任 那你也得背锅 那很多人就得背锅 是不是 你说这些事情多可怕 那对吧 那很有可能就被这个拉到监狱里去了 对吧 不知道一待多少年了 五年十年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些人想想都觉得可怕 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他们能够了解这个情况 他一问律师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这是一方面就怕担责任 怕自己进去 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怕被抄家 对不对 你一旦进去以后 那你这个经济问题 你这个钱 不仅仅你自己的钱 你家里面的这些房产 对不对 所有所有的妻子 家里面的这些钱 全部都要充公 你说这些人 他在怎么琢磨这个事 一辈子辛辛苦苦 拿到的这些钱 就全都没了 全都打水漂了 你说他们心里能不害怕吗 对不对 他想到自己的亲人 想到孩子 能不害怕吗 是不是 所以说就是大规模的要离职 要走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离职了就安全吗 在中共的体制下 离职了就保险了吗 哪那么容易 对不对 全都盯着你 现在就这些大规模的离职 可能这之前 没说可能有些人 还能通过某种方式出国 但是现在的话 肯定估计是很难了 你职位越高越难走 你只能是在中国国内待着 虽然你不是某银行的行长 你不是某上市公司的 就是高级管理者 但是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出问题的时候 直接就会查到你 那真的是 你那钱也绝对不保险 我的意思是 你持职着都不行 更何况你还是在职呢 这就是中国目前整个状况 对不对 就是现在习近平没钱了 中共没钱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对吧 割你的韭菜 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企业的高管 就如何如何 像以前 前两天有些人说的 到明末的时候 对吧 严格老 过儿大不大 照样没钱的时候 把你的家也得抄了 把你的钱也得拿来 这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现状 对吧 去年的时候 当时对医疗系统 所谓的什么大规模的反腐 但是医疗系统 它还是相对比较特别的 对吧 它是涉及到整个民众 包括中共党官自己人的健康问题 在最后 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在金融系统 如果说 如果说中央判定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 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注定要大规模爆发了 这个事情已经成定局了的话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开始找替罪羊 找人背锅 反正也不行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同时 就把这些人的钱 全部割韭菜拿过来 这就是中共现在要做的 典型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中共做法 大家应该也都清楚 那么整个金融系统 如果在未来大规模的垮塌的话 对于中国底层老百姓 一般的民众 咱别说最底层老百姓 最底层老百姓可能也没有钱 他跟金融系统 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那中国稍微有一点点钱的这些人 那日子可能就不好过了 他们可能比如说买过理财 买过保险 对吧 买过各种各样的这种 就是说金融资产 包括他可能在银行里 还有很多很多钱 就这些人的这个日子 他们可能觉得 这么可靠的这公司 对吧 他们的理财产品 能出问题吗 在中国社会 现在什么都保险不了 银行又能怎么样 对不对 大银行又能如何呢 你看现在中国很多大银行 那也是千疮百孔 建行又是裁减制行 又是大规模的这个降薪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全都这个一起来了 最终 整个金融系统的垮塌 就会使中国社会的一般老百姓 包括很多很多的中产 还有 就是说相对比较富裕的中产 甚至一些 很富裕的阶层 全部都变成赤贫 这个一点都不是夸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整个吧 就是今天看到这个 这个前中国官员杜文先生的这个文字吧 就是有一些感慨吧 想跟大家更深入的说一说 整个这个中国的经济啊 没有任何这个挽回的这个余地了 习近平还在不断的折腾 还在让他的那个方式 在不断的去制造更多的这个困难 制造更多的这个灾难 最终大的危机的这个总爆发 这是一定的 肯定是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只能是大家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这一集呢就说这么多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